如果未来你会有个家庭影院 那这台投影迟早会进入你的视野 因为它同时集齐了原生4K 高刷新率和深层的黑位 它和智能投影有什么不同 原生4K和抖4K有多大的差别 看电影是什么观感 用来玩游戏行不行 这个视频我们一起了解这台分界线右边的投影 索尼家用投影P7 我们常见的4K智能投影用的显示芯片 是一块0.47英寸的DMD芯片 它上面有1920×1080个小镜子组成的阵列 所以原生分辨率是1080P 配合XPR组件的快速抖动 实现4K分辨率或者高刷新率 俗称抖4K 用这个技术的就是DLP投影 它的优势是体型小造价低 配合三色激光的话 还有高亮度色域广的优势 而索尼投影用的是完全不同的L-COS技术 它的核心是0.61英寸的SXRD液晶面板 上面有3840×2160的像素 所以它的分辨率天生就是4K 这样的液晶面板在索尼P7的身体里有三块 分别负责反射红绿蓝三原色 L-COS技术的优势是原生分辨率高 同时能在4K分辨率下实现高刷新率 画面的黑位极好 对比度也就很高 不过这也带来了更复杂的结构 更大的体积和更贵的价格 说到原生4K 大家的第一反应好像是清晰度上的差别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两个画面 一个是DLP投影的画面 一个是L-COS投影的画面 我用了黑白的画面 是想让你不受色彩的影响 但从清晰度上来判断 你猜哪个是DLP投影 哪个是索尼P7呢 在这个距离拍摄 我想大部分人应该看不出来 现在我拉近给个特写 你再来猜一下 这个时候应该大多数人都能猜对 右边这台就是原生4K分辨率的索尼P7 这说明如果不是有经验的老玩家 在正常距离下 很难看出原生4K情绪度上优势 如果近距离看的话 任何人都能看出来 因为抖4K投影能看到像素 而P7几乎看不到任何像素 这和4K电视的观感完全不同 P7这种没有像素点的观感 就像老式的胶片电影机 不像是一台数字设备投出来的画面 索尼把前两个图像模式的中文 命名成电影胶片 也许和这种观感有关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对一台投影来说 更重要的东西 黑位 现在我们用几个有明暗对比的画面 还是你来判断 哪台是索尼P7 因为相机的宽容度 比我们人眼差得多得多 所以需要把感光度调高 但这样的话亮部会过曝 但也才能拍出来暗部的差别 我想你已经看出了它们的差别 这就是LK投影的巨大优势 就是它的黑位很深很黑 这有什么用呢 之前有位观众说 它的投影在看 哥斯拉一小时17分的 这个躺在铁轨上的场景 看起来会很灰 所以我就拍了这段 在这种很暗的场景下 如果暗部黑不下去 亮部它又不需要太亮 那对比度就会很低 看起来就是灰灰的 看这种画面的话 P7的黑位优势会非常的明显 那它到底有多黑呢 我们来看实测数据 P7在默认设置下 大部分图像模式的全黑亮度 是0.014尼特左右 原生开关对比度 大概在七八千比一 我把测过的最好的 DLP投影的数据拿出来 可以看到全黑亮度 在0.078尼特 和P7有五六倍的差距 但因为它的亮度高 所以对比度的差距 没有黑位的差距那么大 大概也有三四倍的差距 我们人眼对于暗部 灰接的分辨能力极强 所以黑位的差距 在暗场景下 是很容易能看出来的 但是如果看亮场景的画面 L-COS投影和DLP投影的 黑位差距会随着画面 亮部面积的增大 差距会越来越小 如果我们开启动态亮度 这台DLP投影的全黑亮度 能下降到0.015尼特 动态对比度会达到1万比1 而P7的全黑亮度 能降到0尼特 所以动态对比度 就是无限比1 P7在两个重要的图像模式下 动态激光控制 默认就是开启的 这说明索尼认为 它的动态对比度 是完全可用的 现场体验也确实是这样 它根据画面明暗调节 激光输出的这个过程 很顺滑 索尼在今年的P7上 用了一块和P9一样的 XR图像处理器 其中一个功能叫XR深黑 所以这个顺滑的激光调节输出 肯定就是它在其作用 索尼P7的亮度是2200流明 在我的130吋投影墙上 峰值亮度是120nit左右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你可以输入自己的屏幕尺寸 投射距离 目步增益 它会帮你估算出 这台投影在你安装环境下的 画面亮度 根据我的实测 在这个推荐数据上 加10%就差不多 还算比较准确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从参数上看不出来 但是比较重要的升级 HDR的动态色调映射 对于没有HDR动态映射的机型 容易出现暗部细节丢失的情况 比如在HDR下玩对马岛 在晚上看这些房檐下面 光照不到的地方 可能会出现 看不清暗部细节的情况 所以我专门测试了 索尼P7的这个场景 它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跑到荣誉之处的旁边 这里有一片竹林 进去之前 看到里面一片漆黑 进去之后 整体的亮度会提上来 这里面光是照不进来的 但这些暗部的竹子 还是一根一根的 黑位很好的同时 暗部层次感也有了 在明亮的场景下 亮度观感也会很充足 因为根据测试数据来看 P7在HDR下 相比SDR的峰值亮度 并没有下降 它在HDR色调映射里 有三个选项 从EOTF曲线上看 模式1的中间调 亮度会高一些 所以我看HDR最喜欢用的 就是电影胶片1 和明亮电影模式 然后把HDR色调映射 放到模式1 总的来说 这一代的HDR表现 会有个比较大的提升 但我觉得还算不上完美 因为P7的亮度是2200流明 这个亮度在看SDR的时候 130寸是非常充裕的 但是在HDR下 峰值亮度和暗部细节 都可以了 但中间调的亮度观感 并不是特别的充足 因为P7上面 还有一个大哥 P9 它是3400流明的 P7差的还是有点多的 当然价格也差的多 所以如果是拿P7 头150寸以上 或者是观感 想亮一点的话 那还是要配增一幕的 另外HDR片源里面 有一个动态 HDR增强的选项 看HDR片源的话 调节它 对于提升观感很有帮助 索尼P7的色域覆盖 实测在90%左右的DCIP3水平 这一点和三色激光是比不了的 它的色彩风格和索尼的电视感觉很像 它不是那种一眼就很鲜艳 很抢眼的感觉 大多数画面会非常耐看 然后偶尔又会给你点眼前一亮的色彩 再加上没有散板 长时间玩游戏和追剧的体验会很舒服 我的主观感受是 在用它看的一些高质量的色彩鲜艳的片源的时候 是收着的 反而在看流媒体剧集的时候 时不时会给你一点亮眼的色彩 那我猜这个感觉 长时间看索尼电视和投影的观众会深有体会 在消费级产品里 索尼的硬件一般不是最强的 当然索尼采尖这种怪物不算 但是在调教上 索尼一向有自己的想法 而这些想法就放在这块XR图像处理器里 关于游戏 P7这回终于支持了4K120Hz刷新率 还好这点没有被索尼的大刀给砍掉 我用PC输出给它4K120Hz 12bit RGB的信号 都能正常的显示 说明它是48Gbps满血2.1的带宽 它也支持ALM 如果给P7接上PS5 它会自动切换到低烟值状态 并且隐藏掉低烟值的开关 如果是连接PC 可以在专业设置里找到 然后打开它 开启低烟值之后 P7的输入延迟官方数据是 4K60Hz下21毫秒 4K120Hz下12毫秒 4K分辨率 高刷新率和低延迟共存的投影 目前只有专业投影能做得到 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了 索尼将用投影P7和P9 就是其中之二 玩游戏的手感会非常的舒适 这里要注意的是 P7它没有音频回传功能 你的游戏机就要先连接到一台 有HDMI 2.1接口的功放 或者是回音币 再连接投影 用PC的话 也可以使用音画分离的方式 把画面给投影 把声音给影响 这两种方式都能发挥最好的音画效果 因为上面有位大哥 所以这台索尼加用投影P7 它的绝对亮度不算很高 如果你的投射尺寸很大 或者你想要看HDR时候的亮度观感 像SDR那么充裕的话 给它配一块增一幕就完美了 它的手动镜头位移还是不够丝滑 有顿挫感 这显然也是索尼的刀法 不过还好没有砍在大动脉上 XR图像处理器和4K120 在它身上都有 所以它就有不错的HDR动态映射能力 还有玩游戏的高刷新率 和低延值的爽感 如果你的预算够 考虑原生4K投影 那这台投影 大概率会在你的射程范围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请帮忙点个赞 我是考拉上校 我们下期再见